取出来吧 把咱那箱子准备好了 青海惊现吐蕃贵族大墓 墓中暗格里出土了两件让人为之震惊的宝藏 不仅如此 专家还在青藏高原首次发现了吐蕃时期的壁画 这一发现直接改写了青海的考古历史 紧接着在墓中还挖出了一具殉藏的共命人 随着发掘的深入进行 专家解开了一个吐蕃时期最残忍的殉藏制度 那么共命人是怎么回事 墓主人又会是谁 拥有如此豪华的陪葬器物 保持你的好奇心 双击点赞 下个关注 今天小记带你解历 吐蕃贵族大墓之谜 2019年8月3日 位于青海省乌兰县的西里沟镇 意外挖出一座吐蕃时期贵族墓 经过考古专家商议以后 决定对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 然而当墓葬挖掘到3米深的时候 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个殉藏坑 坑里面埋葬着一名殉人 根据这个唐书 旧唐书新唐书的记载 就吐蕃时期 非常流行这种共命人 就说高级贵族军长或者领袖 他们死了之后 他死中的随从或者侍卫 就自杀殉藏 就追随他的主子 就埋葬在这个墓穴之内 应该是一个典型的 一个共命人殉藏的这么一个现象 了结了自己性命 随墓主人而去的共命人 养身直肢 佩戴弓箭 面朝墓外 时刻守护着墓主人的墓葬 从年龄上看 公命人正值壮年 身材高大 四肢粗壮 生前一定是十分彪悍威武 但是即便是这样 他也避免不了自己殉藏的命运 但是这一发现也间接告诉了考古专家 墓主人的地位 身份显赫 经过考古队员的初步清理 大墓的轮廓也显露了出来 这是一座长方形 砖墓混合结构 多式墓 长长的墓道朝向东方 整个墓框呈正方形 长十米 宽八米 深度达到了十米 墓式由前式 后式和两个侧式组成 前式为砖式 后式以及两个侧式 为摆墓砌成的墓果结构 顶部用摆墓封顶 前式砖墙和后式摆墓墙表面 都会有十分精美的壁画 这是青藏高原首次发现 吐蕃时期的墓葬壁画 壁画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 非同小可 其中的一幅一卫图 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左侧一人手持惊奇 腰间佩戴着弯月形虎皮公囊 旁边的人双手拱于胸前 牵着一匹枣红色的骏马 以待宾客 墓式中除了精美的壁画 在门框 墓顶和梁柱上 还是有漂亮的彩绘 事关重大 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珍贵的文物 考古专家商议决定 将墓室进行整体搬迁 提取墓中摆墓是个大工程 考古队员先将摆墓单独包装 然后进行调装 然而当他们将摆墓移开以后 意外发现了一个黑洞 这也引起了所有专家的注意 底下还有一个 下面都是那种 等一下等一下 哇真的呀 你看他侧着侧着侧着 哎呀 全是绿的 哎呀 哇 哇 哎 我跟你说 除了这个 这个杀的石头底下 还得有 我的神 那个吧 那半指背 对 这半指背 这个边 可以了 可以了 这边开多女宗室 这个里边应该是这个墓主人 一生中 最珍爱的 最精华的珍宝 所以它藏得非常的有地 青海乌兰县 京县土拨时期大墓 墓中京县神秘暗格 出土的文物 让专家直呼发财了 其中一顶国宝及金王冠 更是让专家看得两眼放光 难道墓主人是土拨时期的国王 随着考古队员的深入发掘 他们居然在大墓外侧的坑地上 发现了一个大黑洞 莫非这是道洞吗 但是并没有打穿裹板 也就是说 这个黑洞有可能是大墓设置的配属设施 中间窝了要在那 我们就靠山那儿 往里边再往里边挖一点 是吧 往里边还比较多呢 挖出了一个洞 这是一个东西 这是一个东西 砸到那边 种种迹象表明 眼前的黑洞绝非寻常 有可能隐藏着惊天大秘密 看似跟大墓毫无关联的一个黑洞 居然现身宝物 这也让所有人感到不可思议 这是大墓主人为了防盗专门挖的暗阁 这个可能是金的马具 旁边是这蓝色的 应该丝绸 是吧 马具一般给丝绸是合在一块 马案子是这样子的吧 这里有一个板是 马案子是平的呀 马案子的钱打 什么是马案子 暗阁里究竟隐藏着什么奇珍异宝 以露出的精气局部来看 暗阁中的器物 不可能仅仅只有金马具 应该还会有更大的宝藏现身 经过考古队员的清理 暗阁的周边也被清理干净 深重起见 考古队员决定先打开木箱前挡板 探查箱内的情况 不止一个 这个东西 我觉得刚才错大了 这个里边应该有这个墓主人 医生中最珍爱的最精华的珍宝 所以它藏得非常的隐蔽 造型华贵霸气 精气袒露出来的是满满的王者风范 小心清理散落在箱体上的碎石 以免碎石落下 伤及上身沙土之下的宝物 沙土下究竟还隐藏着哪些秘密 此时考古队员也是十分激动 经过长达一天的清理 暗阁中的箱子也全部显露了出来 经过商议 专家决定在县城开箱 查看完里面的情况以后 考古专家开始提取木箱的前档板 提取出土的木板都要编号 还要按照顺序摆放 移走斜靠在箱体内的木板 木箱里的文物也全部显露了出来 经过专家小心翼翼的清理 一顶金罐呈现在所有人眼前 木箱里覆盖着细小的砂石 砂石中夹杂着同样细小的宝石 提取宝石必须要小心仔细 清理出来的沙土 要用极细的网眼筛子再次筛选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小的文物 此时考古队员发现三落在地上的珍珠 隐约显现着牌力规矩 它们会不会是王冠上的免流呢 经过几个小时的清理 木箱中的砂石全部被清理干净 金罐也露出了真容 然而就在所有人欣赏着金罐入迷时 一声尖叫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底下还有一个 下来都是女松石 哇真的呀 你看它侧着 天呐 天呐 真棒呀 哎呦哇哇 哇哇 哎我跟你说除了这个 这个砂的石头底下 还得有 我的神啊 那个吧 半指背 对 就半指背 这个边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这边开多女松石 这个里边应该这个木主人 一声中间 最珍爱的最精华的珍宝 所以它藏着非常的有地 青海挖出土拨贵族大墓 墓中随葬品尊贵无比 其中的壁画更是让专家激动万分 干脆直接将整个墓室打包带回实验室 经过考古队员的细致清理 终于可以提取金罐了 这上面那个布可不见 帽子要松散的 非常松散 把这块不扶着 对 对这块就扶到这个程度 好 金官由于长时间挤压 已经变得十分松散 专家只能采取措施 将其加固 后面要掉了 后面那片 你来放一半手 把那一块给拿出来 取出来 把那箱子准备好 上千年前的金官 被墓主人放到暗格之中 最后还是没能逃过考古人员的发掘 经过仔细清理 绿豆大小的珍珠间 似乎有某种排列关系 在考古发掘当中 陪葬品之间的位置关系 往往隐含着诸多文化信息 经过商议 专家决定提取这些珍珠 刷上薄荷唇的纱布 很快就变得十分坚硬 珍珠被原位不动固定在刷有薄荷唇纱布上 提取出土的珍珠 会被送往实验室 进行下一步的保护工作 根据珍珠之前的位置关系 有可能进一步的恢复金冠免流的原状 此时木箱中的文物也被全部提取完毕 考古队员使用绳子给木箱加固以后 将木箱整体取了出来 暗格和金冠的发现 这都是土博实际木葬 甚至中国世界的考古史上 都是非常罕见的这么一种现象 这是金冠的临时存放点 在确定文物修复方案之前 金冠暂时被存放在这里 这是一枚判指金碑 内壁平滑 外壁文士复杂精美 镶满了珍贵的绿松石 这也让金碑显得十分霸气 王冠的正前方相对着两条龙 龙身扭曲做S型 龙的肩部有翅膀 四爪上下而舞 双龙之间镶嵌有珍贵的绿松石和青金石 王冠的侧面则刻有凤鸟图案 凤鸟身处复杂的忍东门之间 立于绿松石顶缀的莲花台座之上 王冠的后端护锦上 一对狮子相对而立 前爪上举 口弦锐草 显得十分威武霸气 此时大墓的发掘工作也进入北深 让高谷队员感到失望的是 在墓中并没有清理出土 与墓主人身份相关的本物 所以墓主人的身份至今还是一个谜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双击点赞给小季加个关注 我们下集再见